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进击投资解密 又有Beavis跟大家去讲一下重点的股份和办法 Beavis 你好 Hello Kenia 你好 回来好像新年可以先跟大家拜个年 好 预祝大家农年投资顺利 投资得心应手 赚到潑满潑满 好像还是正月吧 是的 这个正月十五颗 好 大家继续努力 在新一年 看到港股在新一年 的确好像也有点花心 一起看看大市的状况 看到了 恒生指数 农年回来 其实几天都算不错了 表现 是的 都好像大家都说到 做了一个突破 嗯 亦都是升穿了一些移动平均线 比之前来说 其实港股现在大市走势来说 你们本身是看不看好呢 是不是都已经 之前一万四千七八九十几 那一段 都已经算是见底了呢 嗯 是的 那你说说回港股 農曆新年假期回来之后 也算是有一个好表现 那我相信 其实最主要是有两个原因的 第一就是 比如说 银行 叫做再次下调五年期的LPL 这个市场也憧憬了很久了 那我们之前 其实一月份 那时候曾经叫做 2024年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插了很多天的 那当时其实就是因为 银行 就叫做按兵不动了 那就令到 就是大家都好像失去了一些耐性 那所以就叫做 那段时间就叫做 令到港股都受压 然后还跌穿了万五年 那你会见到 哦 今次就是叫做银行 叫做下调这个LPL 那大家都觉得 似乎都是一个正面的信息 就是一来是 叫做帮助抗地产市场 也是给了市场一个信心 就是说 其实人行都会很积极做事的 那另外就是 我想第二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 看到就是 农历新年回来之后 那出来一些农历新年的数据 就很正面了 那不论是 那个 出行的人数 或者是那个 旅行的消费 那也是 叫做 在2019年的基础上 还有一个相对不错的增长 那我想这两件事是直接叫做 带动到港股的走势 那尤其是就是说 大家都会觉得 其实每一年新年的旅行消费 对于整年一个消费的指标来说 都很重要的 那如果旅行新年的消费好 那大家都会有一个冲击 就是说 其实全年的消费都可能未必那么差的 是的 所以我想这两个主要因素 叫做令到港股反战了上来 那但是呢 我觉得有一件事要值得留意的 因为始终你会看到就是 因为二月份 其实中国就因为农历新年的关系 那他就没有公布任何的经济数据 是的 那未来三月份 会将一、二月份的经济数据 就一起公布 那我觉得那时就 先是关键 因为近期其实大家都是看到 就是说 一些很短期 一些叫做 初一至初八的一个 新春假期的数据 那但是你说 一、二月份 其实究竟是 隔着做成什么 我想真的要到三月份 才知道 那尤其是 我想其实比较关键的就是 譬如一些 内房的一些销售表现 或者一定固定投资的增速方面 究竟会是怎样呢 我想这个其实大家都 还在等待 是的 另外一方面就是 看到其实港股 叫做 今天叫做 一万六千七百多这个水平 那其实开始看到就是 好像大市的上升动力 有些減量的迹象 因为其实都看到就是 那个成家好像熟熟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要留意了 但是你说暂时来说 就似乎 我自己觉得就是 你说向上行的话 都有机会 其实都会 有机会 跌一跌万七点的水平 那但是 你说港股要再上吗 我觉得就 就单靠你说人行那个 那个 減这个 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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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好 那大家就留意 但是 我们大家 就是这样去看 港股上面面对的阻力 大家又要留意什么位置呢 嗯 是的 那譬如你说港股的阻力 那我觉得 就是刚才我说的 17,000点也是一个关键 因为其实你看到 上一转其实都是去到 17,100点左右附近 其实已经是回落了 所以我觉得 那也是一个比较关键 那你说 其实你说再上去那里的话 那我会 就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是可能就是 譬如 17,600 17,700那些 那也是另外一个关键 是的 那但是 那就是第二个位 是的 那我想就 那就是后话 那我觉得 其实首先 那关键就是 有没有机会 叫做 碰到17,000 而不跌下来呢 那我觉得这个难度 其实也很大的 我暂时看 是的 因为始终你会看到 就是说 就是 大家其实 当个示范达得差不多 的时候 大家就会 从一些短期的利好消息 到一些 叫做 基本面 是的 那去到大市的基本面 是什么 中国的经济 是的 房地产的 有没有气息 那我想大家都明白 就是这两样 都真的 需要一些时间去处理一下 那还有我想 就 就是 你说 两会 又似乎 又未那么快开 是的 那所以你说 就是港股 你说 我自己就觉得 那个上升的誘因 其实就 不算非常之多 嗯 那大家就 记得要小心留意 而且如果你说 说回港股之外 那当然 就想留意一下 一些重点的股份 那有些 其实呢 港股来说 就不算太强 但是有些股份 就非常之强势的 嗯 你看油股 那些资源股 中国神话 全部都不断破顶 嗯 都升了那么久 但是呢 近期呢 有些公布了这些股份 都非常之不错 嗯 那我看到葵程 葵程 葵程呢 春运假期 都大涉到 葵程的 哇 今天很厉害 我升了7.3% 嗯 都大涉到葵程等等 那么我看到 公布出来的数据 收入也是不错的 嗯 是的 那你说说回葵程 那今天当然 股价很厉害 就是你见到 其实我已经达到最尽 就是葵程一开始上的时候 那其实 三年头 是的 那其实你会见到葵程 今天真的破了顶的 就是 大家都明白 就是港股其实都立了很久 或者是弱了很久 但是仍然有股份 可以创造他自己的历史新高 那我觉得是真是 万种无一 真的可能真的只有他一只 尤其是以蓝丑来说 是的 那你见到就是说 葵程叫做刚刚 都出了第四季的业职 那你也会见到 其实第四季的业绩来说 嗯 你会见到他 相对第三季 其实就有一些 会变回一点的 但是依然是 我想就是比市场预期更好 就是你见到他 第四季的收入就是 103亿人民币 至于这个经调整利润 就是27亿人民币 那这个都应该是 就比市场的预期更好 但是你说我跟第三季比较 其实你会 哎 哦 有幅图 为什么我不开幅图给大家看 是的 哎呀 我们开回旁边 是的 好 可以放大一点 是的 OK 看到 是的 那其实呢 我就弄了一个图 那它好像遮住了一点 OK 那你会见到其实就 葵程 就是我将去年四季的业绩 其实就放了出来 就是一大数和一些小分 那你会见到 其实你会见到这里 其实你会见到 也算正常 因为始终第三季了 那也是一个叫做旅游 就是全年最往的一个日子 因为就是暑假都有两个月很长 那虽然第四季 你说都会有圣诞假期 但是始终我想 那个效应 就没有暑假的效应那么长 因为始终暑都两个月 那你圣诞 你连起 可能 就是一月一可能 都是一个星期左右 是的 那所以你会见到 就是你说第四季 就是我业绩下滑了 那我觉得是很正常的 那但是 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值得提的话 你就是会见到 一些出境的酒店和机票的预定量 其实你见到它 每一个季度 都是有增加的 那它最新其实已经去到 就是疫情前大概八成以上的水平 那其实你都会预计到就是说 今年来说 那其实也有机会再突破疫情前的水平 那当然 你说 你说葵程 你说今年其实 有什么的一个趋势 那我想 那我想 就是你说 今年的增长点在哪 那我始终也会觉得 就是葵程 因为它的业务 都是比较国际化的 那所以其实 今年仍然会受惠整个叫做 国际旅游市场的一个复苏 那其实如果 那如果 譬如我说一些 可能 就是可靠一点的一些官方的一些数字 给大家参考一下 那联合国的旅行组织 那其实就前一段时间 它也公布了一个 对于 2024年整个国际旅游市场的预测 那其实 他们也会预计 2024年 应该那个国际旅游市场 会恢复到疫情前的一个水平 就是叫做略为超越 就是2019年的水平 那其实你看到 在2023年 都看到其实很多地方 已经恢复得 九九十十的了 那包括 譬如说 就是 欧洲 美洲 非洲 或者中东这些国家 那其实都恢复得很快的 就是这些旅游业 唯独是 其实 恢复得最慢 其实就是 亚洲地区 尤其是亚洲地区 又受着中国 复苏得比较慢的影响 那所以你看到 亚洲地区 只是恢复到疫情前 大概六成左右而已 那所以 为什么就是说 联合国的旅游组织 就会预计 今年 其实整个国际旅游市场 的增长点 其实就一定会 都会放在中国 不是 在亚洲那里 而亚洲的增长点 主要的引擎 都是中国 是的 另外一方面 亦都看到 一些 其实看到多了的国家 他们可能是 有些互面的协议 是多了的近代 我亦都可以 给大家参考一下 其实就 会看到就是说 近代 就是中国 都跟一些 叫做 海外的一些国家 免签证 是的 免签证 其实也是 这个就是了 可能有些梦 但是你会看到 其实就是 由去年的11月到 叫做 2月9日 就是上两个星期 你都看到就是 中国和一些 很多的地区的国家 其实就 扩大了一些 免签的协议 是的 所以我觉得 这些都是 叫做 不论是 亚洲的旅游市场 或者是中国 旅游市场 就是今年一个 比较重要的 增长动力 是的 就是那个免签 另外一方面 也都看到就是 随着这些免签的协议 多了 那么我相信 就是说 国内国际航班 那个直航 就是各方面 也都会恢复得快些 是的 因为叫做 过去一段时间 其实中国 就是叫做 免签证的进度 也是慢慢来的 所以其实 你都会很正常想到就是 如果你有些国家 其实是没有免签的话 其实那些人 是没有什么兴趣 走来你中国旅游 是的 那如果有了免签的话 那么航空公司也都会 其实 是的 还有我想航空公司 就说 你有免签的话 我就开了一些直航 是的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正常的邏筹 是的 还有另外一方面 也就是 看到 就是说 国际旅游市场 就是今年 我想第三个增长点 刚才提到就是亚洲地区 以及一些免签证协议 还有第三个增长点 其实就是说 就是说美国的比较强势 那么大家都知道 其实 年初到现在为止 我想没有人会反对 就是说 美国的股市 或者美元 都是比较强一些的 那么尤其是 我想美股强 其实当地的人 都会财富效应都比较强 那么财富效应比较强 又如何呢? 去多些旅行 是的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你股市赚完钱又去旅行 很正常的 不是赚完钱 要是拿消费又去旅行 是的 所以其实大家都会预计 就是说 在美元这么强的底下 就是相信 美国旅客 就是去其他地方旅游 都会受着财富效应的增加 是的 而受惠注 所以 我想这个 其实就是其中一个 就是国际旅市场的一个增长点 是的 那么当然 你说说了更久 哇 葵程破了顶 那应该怎么做 追不追呢 才是重点 是的 那我会觉得这样 就是我自己觉得 葵程 看他今天的表现 其实真的很强势 尤其是你会见到 这棍子也升得很厉害 这棍子 又大棍 而且你也看到他 上手影其实也不算太长 而且今天的成交都爆了 大成交 是的 大成交 那你有大洋桌 那我自己就觉得 除非港股突然会调多月 我自己觉得 葵程应该 短线是有机会的 继续破顶的 是的 继续创距自己的上市新高 但是我自己就会觉得 你说这些时间追 就似乎有些迟了些 你说 其实你说前两天 趁他准备破顶的时候 拒一拒 我觉得都OK 差不多 是的 但是你说今天 即是你破顶后再升到一棍大的 我就觉得 现在追就好像 就一般 但我反而觉得 如果之前已经持有货的投资者 我觉得不妨可以再多一会 是的 那大家就可以继续留意着 以及葵程 即是 未来可能继续创新高 但他这个入场价 我见他股价是355 但是他一手多少股 好 先看看 那都留意一下 入场费贵不贵 是的 哦 50股 是的 那入场费现在大概 以今天的收市价 大概一万百左右 是的 那都算是一个不错 即是可以接受 没有给阿迪那么坏 是的 给阿迪的知道 一入场 六位数 是的 六位数就是吓人 所以我们留意股价 之外 也要留意一下 那究竟这个是不是 我是选择的 都可以做一些入市部署呢 好 那除了葵程之外 嗯 那春运假期 就带动了旅游 那其实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些消费板块 有没有 有一个正面的影响在那里 是的 那当然了 今天其实另外一个重点 我想说 其实都是想说一下 七米股其实 都是跟消费有关 好 那其实 因为这样的 其实 大家都知道 其实春节假期 那其实就没什么 不算好 就是很多人都会想倒水 那其实呢 叫做 可以做的娱乐其实不多 其实你新年 其实你也是去拜年 去饮饮食食 还有做些什么呢 去饮饮食食 拜年 不去旅行 是 看电影 哦 看电影 新年没什么电影看 什么呀 今年都可以 你有没有看法 我今年 其实 我都说不好看 但是我支持本部电影 OK 是的 那其实 你支持本部电影 还是支持物贵雷雷明星 我呢 我呢 从小就喜欢这个邓丽恩 我觉得他很棒 哦 OK 邓丽恩 我以为是林明星 我真的觉得 那些太肤浅了 我觉得邓丽恩真的很有气质 好 OK 那我们看回这个 除了电影 那我餐饮 OK 那大家都会出去消费一下 吃点东西 是的 那哪些会特别受惠一点呢 因为其实是这样 其实你看回 就是叫做 今年文女局 出回来的一些数据 都看到其实 今年的春节假期里面 不论就是 是那个 出游的人数 或者其实是那个 叫做国内的那个 游客的消费 那其实都远 就是已经超出了 2019年的水平了 我差点就想说 在新年在家吃杯麵 就先看看日清先 哈哈 哈哈 OK 那我们继续 你见不见我接不到 哈哈哈 是的 那接着就 其实就是 就是 刚刚我提到这些数据 就比2019年好 但是有一件事 要留意 其实你会看到就是 就是说 人均的消费 其实 相对2019年来说 是少了一点的 嗯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都 其实你说 我觉得正常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 现在是 国内经济 不算特别好 是的 那你见到 真是多人 愿意出来消费了 但是可能每个人 又没有使得那么疏松 所以令到 人均消费 就有一个跌幅 是的 但是你说 再回来说 你会看到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国内旅行啊 餐饮啊 甚至是一些电影的票房 其实国内在这个春节假期 其实都做得很好 是的 所以那 今天其实我就特别想 就是勾了这个 餐饮的版牌出来说 因为其实都见到就是说 嗯 那个 商务部啦 其实都 就是他们都说过就是说 哦 其实今年的春节假期 那看到大家在那个 餐饮的人均消费那里呢 那其实那个增长都不错的 是的 那所以其实就特别 尤其是呢 尤其是呢 近期的 叫做餐饮股 有些其实我都觉得 其实都还好 那但是呢 我在这里说股份之前呢 那我再开一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 好 那这个其实就是 国内去年啦 就是整个社会 零售小售 那个同比增长 和各小分领域的餐饮收入 那个同比增速啦 那你见到 其实去年整年啦 那你都见到就是说 那个餐饮收入的增速 其实比那个社会消费的增速呢 其实就是长时间都是零件住的 嗯 但是呢 曾经就是叫做 在六月打落的时间 那那个增速就回落得比较快些啦 那这个也都令到 其实那个 餐饮的版块呢 其实就受压的 是的 那你会见到 就是香港我想大家最普通的 就是会提到的 呃 四只股份啦 譬如好像 呃 八星中国啦 海底露啦 呃 九无九啦 和520那只沙夫沙夫 那基本上其实都 在去年下半年的股价 是收压得很厉害的 因为大家会觉得 哇 未来中国经济又不好 又有些一些消费叫做 呃 消费降级的一些情况啦 其实大家都忧虑到 其实餐饮股的生意会做得不好的 是的 那的而且我会觉得是有影响的 那但是 那我就会觉得 其实就是 我觉得餐饮股 其实由去年下半年 其实那个势就得禁弱了 那去到现在 你见到 哦春节其实 其实的餐饮收入 其实有些反大 那我自己都会觉得 所以我见到它是大约新年 2月 3月 这些位置爆得很厉害的 是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短期其实有机会 令到吸引到一些资金去追捧 是的 那如果你说 选择的话 那其实我现在暂时 你说 刚才我提过 四个比较主流的餐饮股 那我自己第一次选 可能会选择海底路线的 是的 那其次就是选择百姓 接着就是 你说狗毛狗和沙哺沙哺 那近期见到股价 其实都似乎 真的都未放过一个弱势 那所以就不太建议的 是的 好 那或者我先讲海底路先 那你会见到海底路 其实就前两天都出了一个营起 是的 那他就说 预计就是去年全年 那个持续的那个业务的收入 就不得于414亿的人民币 那增长就是超过三成的 那至于正利润就是44亿人民币 那增长幅度就1.7倍 是的 那你说海底路来说 那当然了 你都见到股价 其实就是正如我刚才所说 由去年下半年开始 是跌了很多 是的 那你见到近期 开始好像技术走势是好一点 现在好像在做一个小元币 是的 那另外一方面 那其实公司去年 的而且确 因为叫做全年的经济状况 可能都不是特别明朗 那其实公司的开店的步伐 也是慢了的 是的 那所以其实都会有一个冲击 就是说 今年其实如果真的见到 消费有个快点的复苏势头的话 公司会不会增加一些 开门店的速度 是的 那还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 那其实海底路呢 虽然在过去一年 开门店的速度不算很快 那其实他又做了另外一些 一些东西 是叫做 去帮助他的业务发展 那我觉得有两样东西 其实大家可以看看 会不会留意到 那第一呢 其实海底路 其实大家都知道 其实他是一个 你当他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货荷店 那但是其实他现在呢 在内地 其实开了一些主题的货荷店 就是有些可能是 专食牛肉 那有些可能是 专食海鲜 就是有冲击的货荷店 是的 那你也知道 其实开了这些有冲击的货荷店 那通常收的价钱应该会给 就是好像牛砂窩那样 是的 那就是你有冲击的话 就可能那个价钱收贵一点 那还有也看到开低路 其实去年是开了几个货牌出来的 那他的货牌呢 那有一个就是叫做 高低路火锅 那他就是做个价钱再便宜一点的 那还有呢 他开了一间 私育的白牌 我又想要一间 高低路 哈哈哈 高低路不好吗 都可以 高低路 哈哈哈 高低路 高低路 是 是 那你会看到 就是除了刚才说的一间货荷店 那他还开了一间私育品牌 是的 那还有他开了一个小酒馆的一个品牌 这样 就叫又吉山的 是的 那其实大家都会看到就是 其实你海底拌除了 你海底拌自己分店 确张之后 那你开多几条货牌 那你会看到 香港很多饮食集团都会做这件事 嗯 是的 就是你不单是做火锅 你可能在火锅里面做不同的档次 这个是第一个出路 那第二个档次就是你借助你海底拌的品牌 去开其他的餐饮领域 对 是的 那我觉得这个其实 一是高档次一些 可能一个是自助的 是的 一个就是吉野家的大便堂 是的 这样就是类似 那还有我想就是 看一下 就是我想他都 勿进其用他海底拌的知名度 那你开一下一些肖肉店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是的 都是一些可行的出路 所以就是 我觉得就是你说海底拌来说 那我觉得其实 嗯 我想有 就是 小小的准备就是几样东西 就是第一 就是充劲他今年的开门 店的速度会变快 嗯 第二就是见他开始搞一些负牌 是的 或者是一些 其他的餐饮领域 嗯 还有第三就是说 现在其实海底拌 其实在说 现在的 预测市率 都是大概可能14倍 是的 都是一个 我自己觉得 都是一个偏低 是的 或者是一个估值比较便宜的时候 所以 其实大家可以想一下 就是说 哦 海底拌其实是可以做下楼底 嗯 明白 但是海底拌有没有出海概念 就是有没有说 有它出了 是的 有没有去过东京 在东京有海底拌 是的 不过 我想大家去到东京 如果是香港人的话 就不会去吃海底拌 你连香港那间都没有 坦白说 我连香港那间都没有吃过 我就不会去东京吃 你不对 又不带我吃 看好海底拌 竟然不帮忙一下 是不是 香港那间我就怎么都不去的 因为呢 就是性价比 性价比问题 性价比 你要吃 我带你回深圳吃 是可以的 是的 好 我们再看看百姓中国 百姓中国 反而觉得 消费港级 不应该有利吗 大家都要叫披萨 叫一下kfc 回家吃 那么惨 所以我经常都吃 是的 是的 我都消费港级 所以百姓中国 是不是反而 大家说消费港级 反而是有利点 是的 其实坦白说 我就会觉得 即 不论刚才说的海底拌 甚至是百姓中国 我都会觉得 其实甚至你消费港级 我觉得对这两间公司的影响 不会很大 因为始终 即我会觉得 你说海底拌 你说是一个很贵的消费 其实你在内地吃 大家有吃过就知道 其实你说海底拌的消费 你不是说叫得很夸张的话 其实我想 即每个人一百元 松一点 其实是下楼的 那当然 我看过很多 他们那些海底拌工略 是 不知道拿了外面的酱 然后自己调了个汤底 就可以省下个汤底 是的 因为内地的火火店 他们很流行有个 叫做农夫山泉的汤底 其实就是清水 是的 那就不用钱 是要钱 是要钱 不过便宜一点 我以为清水是不用钱 我不好意思 是要钱的 是的 但是这个 其实我会觉得 香港的火火店 就不流行用清水来做汤底 但是其实内地的火火店 很多的连锁店 他们都会有 也会变得高价值 所以一个清水 然后放了一块昆布 进去 炒两粒盐 那就是一个日式的昆布汤底 那你不如说 不要用农夫山泉 用伊云南 不知道什么水 那些 可以用贵一些 是的 可以 雙倍价钱 是的 是的 然后 所以我们继续 百姓中国 是的 那 OK 那我们到谈百姓中国 那么 百姓中国来说 那么其实 他就已经出了去年全年的业绩 或者去年第四个业绩 那么 都看到其实 不论收入同胜利润表现 其实都是比预期的 嗯 是的 尤其是你都会看到 就是叫做 KFC 和P薩克 那么那个餐厅的利润率 很明显就是在改善中的 是的 那么我想这个其实 就对于公司来说 其实都是一个好事 那么 另外呢 那么其实 你说至于开门店方面 那么因为我想就是说 可能就是一些 P薩克或者是一些 KFC 那么其实他们可能 设计那个 那个 课计各方面 那么其实就是 就是可能 比较 一些 因为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集团 而在内地亦都分店 非常之多 是的 那么所以其实 去年就是那个 开门店的部分 其实没有特别慢 是的 那么去年 他全年 其实就大概开了 1700间门店 是的 那么其实管理层 今年的目标 其实都是差不多 其实他们预计今年 那么 门店的数量 他们大概都预计 都是1500至1700间左右 是的 那么所以我想就说 其实我想就是 其实你说 百姓中国 其实他的 business model 是简单的 就是他不会玩很多发生 因为始终是 就是 Pizza Hut 和KFC 已经是他最大的一个卖店 是的 所以其实他唯一的策略就是 再开更多一些店 以及如何提高 可能同供应商的 包含力 其实已经是他的 business model 是的 那么所以 相对来说 百姓中国 就没有那么多发款 是的 但是他就胜在 门店数量多 就是其实他现在在整个中国 其实也有接近超过14000间门店 是的 那么 至于你说 就是投资部署方面 那么我自己就会觉得 因为其实你看到 他出来的数量 或者是餐厅的利润率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 我觉得已经到了一个 挺正常的水平 是的 那么所以 我自己就觉得 其实你说 叫做 就是你说百姓中国 你说叫做后市 你说再跌穿300元的机会 我觉得其实就不算很高的 是的 所以我自己就 也有支持 也有支持 那么我会觉得 如果你说投资者想部署的话 那我觉得其实你等个股价 其实略为叫做 叫做挨回到300元的边 其实我觉得已经可以部署了 好的 那么可以继续留意着 那么去到300元左右 可能就 就是在百姓中国上面 都算是不错的一个入市价格了 嗯 那么可以继续留意一下 好 那么今天就重点讲两个 就是个业绩不错 和数据出来不错的板块 让大家可以继续留意 那么一些的餐饮股 和一个旅游板块 那么大家可以继续留意着 葵程和百姓中国 和海底楼的走势 那么今天也麻烦你Beefus 说了这几个股票 大家可以继续留意 那么也要问一问 刚才说的股票是否特别持有呢 我今天说的股票是没有持有的 好 那么我们就下次和大家解构 更加多的板块和股份 那么进击投资解架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